來問一下 賴斯科委員剛剛臉書發文 顧權大局沒退出總召選舉 他本來說要選到底 嗯 其實呢 他先前蠻積極的 然後也有來跟我拜票 然後也跟我提及說 希望我可以再幫他去跟我們一些比較年輕的新科立委來溝通一下 一起來支持他 那今天看到這個新聞呢 第一時間是選蠻錯愕沒有錯 因為賴委員有告訴我說他這次一定會選到底 但是我想就在整個國民黨內的協調過程當中 這一次算是空前的團結 就從當時我們的院長副院長本來以為山雨欲來 沒想到在我們新科立委座談會當中呢 副困期委員他就直接的表明願意支持江啟成 那那個時候其實他去擁抱江啟成的那瞬間 其他都是覺得說心裡的大石頭放下了 不會讓我們的支持者覺得就已經剩下國會了 也不是絕對的多數 那大家還為了爭一個國會院長副院長的位置 那如果說殺得刀刀見骨的話 怕是我們的選民會很擔憂 那所以後續的在這個總召選舉 或是書記長選舉過程當中 其實都有很多的協調的痕跡 包含是本來我們的書記長是由這個 洪孟凱委員跟林思敏委員 兩位都非常優秀也非常試任 那一起來競爭後來也在協調之下 那由洪孟凱委員擔任書記長 另外一位林思敏委員做首席的副書記長 那這一次呢我相信 賴世保委員的退出 那也是在協調過程當中 大家覺得 那第一個不把壓力丟還給立法委員本身 那第二個是說 如果其實總召是每年都選一次的話 那是不是用協調的方式 那能夠讓整個國民黨的感覺是更加的團結的 所以我覺得呢 那當然如果賴委員退出的話 那另外一位有表態參選的這個 賴世保委員應該就剩下他的話 那就是由賴世保委員擔任我們的總召 如果沒有其他人來參選嘛 那我也希望說我們的副委員能夠 盡快的去訂定出也跟大家溝通說 在整個會期當中 我們優先要通過哪一些法案 有哪一些是要發揮 國民黨監督制衡的目標 然後提升整體國民黨的戰力 那尤其是我們的書記長洪孟凱委員 他其實相當的年輕也很有戰鬥力 那未來我也會協助他 可能在一些大家關心的 比如說國民黨在網路上面 或年輕人上面 一些空戰議題上 大家一起分進合集 那務必就是要展現出最團結的樣貌 最有戰鬥力的國會黨團 才能夠回應民眾對我們的期待 那副委員有說他就是要拿以天堅 跟土龍刀來就是批我們立院老科 還要他去收緊的 接下來怎麼看這個 立院花蓮王對上這個 我認為兩位都是非常鹹熟議事規則 那也是在國會裡面擔任了很多年的立法委員 所以呢 如果說雙方針對議事規則部分 有一些這個鬥法的話 那肯定也是相當的精彩 但是呢 我覺得這個這次國民黨這個團結 其實對我們而言是更加重要的 就是說怎麼樣整合國民黨的不同世代 那不同形態 然後甚至是說大家可能不同的一些作戰方式 能夠被統一起來 那在這個第一個會期當中 就能展現出國民黨的戰鬥力 我想這可能是 未來的副總召最應該要優先思考的這個問題了 因為你有提到說就是有些委員有壓力啦 那賴斯堡他自己也有講到就是說 很多人陷入天人交戰 那你們觀察到這個天人交戰嗎 我是沒有什麼天人交戰 但是呢 我相信只要有投票的時候 手心手背都是肉 那大家難免是有一點焦慮 尤其投票是投人嘛 那如果投出來 這個沒有選上的 然後那大概心裡有一點難過 可是那又是我們重要的戰力 因為兩位立法委員都是相當資深的 所以能夠用協調的方式 那完成這一次的招委選舉 當然其實算是最好的結局 對我們新科立委來說更是這樣啊 先前我也還沒有決定我的投票意向嘛 就是在大家那時候訪問的時候 他們也才剛登記 那我就講啊 其實對我來說 最重要的是國會的戰鬥力 那現在也不用投票了 也沒有所謂選擇的問題 其實確實心情是比較輕鬆啦 但是雖然我們黨內的立委的心情比較輕鬆 可是整個國會黨團的責任是更重了 所以要趕緊的去思考整體的作戰方向 我覺得這是最最最重要的事情了 這個問題就要宣佈參選 他之前有跟你這樣特別跟你聯絡過嗎 或者是跟你打個招呼 我只有在前天上少康站營室的節目下節目之後 因為他接受少少康的專訪 有簡單的講幾句話 我說要請他支持啊 然後我就問他說 你要不要選 他說他在thinking 那你看他怎麼看他今天已經thinking好 那我們就軍事之政嘛 我們就希望能夠充分的發揮這大家 朗朗上口的說的 不要黨團自主 那我們希望要黨中央不要介入 也希望韓江政府院長不要介入 這場的黨團自主的選舉 那我會的次團 並不是這樣子 那今天我是來這裡上課 那跟我一起上課了許曉欣 好像等一下韓國議院長也會來 跟韓院長同臺的話 就是說有順便爭取這個韓院長的支持 那當然 每個人都是一票 我都極力爭取 這兩天認真 認真打電話 認真去拜票 那不分區的部分會希望說 因為總共有13票嘛 那會跟黨中央喊話 是不是不要像之前這樣團進傳出 讓這個委員自主 對 我已經 我的臉書剛剛發出去 這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最後一段話 就是希望 呼籲了黨中央 以及韓江都不要介入 這次的總召的選舉 尊重每個立委 他們的自由意志 所以朱立委員來說 要用副棍起來對付柯建議 你看怎麼解讀啦 我去 我去 我去查了一下 他說這個就是 因為他禮浪 禮浪 總是有一些講場面話 我不認為這個話 就是 是有代表什麼意思 你可以想一下 過去八年 我們在抗爭的時候 我帶頭在衝 在前面衝 我打到這個 這個受傷 這個傷很累累 或者甚至於 頭破血流 那時候好像 我好像都沒有看到 柯總高 我來了 你趕快去收金 我馬上到了 民進黨最怕的人 當然是孤芬奇 我來了 你們千萬不要散播 我們只求對決 我在這裡正式表達 今年一年 我們要完成的 陽光法案 讓民進黨所有的弊案 全部讓全部人都看見 我在這裡正式的簽署 在這裡正式表達 我們要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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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 我們要完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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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